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敬礼 传承主持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 大宝法王喀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 上师 我们敬礼 坛成三把 敬礼 今天同修的本尊 释迦牟尼佛 无上的光明发现 尊圣佛母 师母 当真感受 图灯湿地 图灯看马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鸣礼 曾经病 bn靠� V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 最后一天 下午3点pm 是十人金刚的护魔法会 他的心咒是 有三种颜色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蓝色 三种颜色 这个红色呢 应该是代表 红菩提 白色代表白菩提 蓝色代表气 他的手印 就是这个手印 十人金刚 是 在藏密里面 四教 共同 尊崇的 金刚法 四个教派 共同尊崇 那当初呢 我在传十人金刚法的时候 这个图灯大吉上师有讲 你要把十人金刚法 在整个地球上的几个州 几个国家 你都要去传 那我也照他的话 也做了 几乎 几乎这个 生活中的弟子 大部分 都知道 我跑来好多国家 传这个十人金刚法 我目前 有两本十人金刚法的 的仪轨 两本 一本是 是图灯大吉上师给我的 一本 是这个 甘珠佛佛 甘珠 甘珠佛佛 图灯尼玛 甘珠佛佛 传给图灯尼玛 图灯尼玛 传给图灯达利 图灯达利 传给图灯达吉 图灯达吉 传给我的 这是一本 这是一本 另外呢 就是沙迦教的 就是沙迦教的 沙迦正空上师 他传给我的 这个十人金刚的 滑本 我有两本 十人金刚的滑本 在这个 可以讲 沙迦世界吧 传十人金刚法的 葬祕的祖师 像那个 达赖 班禅 另外 共唐昌 共唐昌佛佛 拉布林寺的 拉布林寺的 共唐昌佛佛 另外 还有白教的 卡鲁仁波切 他们都有传过 十人金刚 的 法 这个华人 好像是说 华籍的 华籍的 汉人 我们讲的是汉人 传十人金刚法的 你们有听说过吗 那就是 我得到这个 法的时候 就弘扬 这个几个周语 所以卡鲁仁波切 有拿我的照片 说这个是 华人传秘法 以华语 华语来传秘法 一个很尊崇的 他把我的照片 放在他的头顶上面 卡鲁仁波切 是这样子做的 另外 在黄教 在黄教 甘丹刺巴 一百世 他知道我传十人金刚法 他也到过我们西雅图 雷藏寺 我跟黄教 甘丹刺巴法王 一起 这个 传法 那一次是传什么法 大家记得吗 甘丹刺巴 我们两个一起 我穿白教 我戴白教的法帽 还甘丹刺巴 坐我旁边 我们一起 说法 那一次传什么法 没有人记得 我老人家忘掉 是可原谅的 你们年轻人 既然把这个事情忘掉 当时在场的有几手 手挤高一点 甘丹刺巴 第一百世 甘丹刺巴 查不出来 满满材 他找到了 传一级伏母 那是红教的 红教的护法 红教三大护法当中的 一级伏母 一个是白教 一个是传白教的 甘丹刺巴 是黄教的 黄教的教主 除了 班禅 达赖以外 甘丹刺巴 是属于 黄教的教主 也就是 黄教里面 最年龄 最大 最有邪问的 才能够被选上 甘丹刺巴 代表 中卡巴的 是叫做 甘丹刺巴 黄教有三把伞 达赖 班禅 甘丹刺巴 另外有一次 我跟 甘丹刺加教的教主 达钦仁波切 一起做父母 在西亚图 那一张是 有谁参加了 甘丹刺加丹刺巴 达钦仁波切 一起做父母 我那时候的父母乳 用很大的父母乳 跟撒迦教的教主一起做父母 很早啦 那很早那没有几个人 很早很早的事情 男生是做什么父母 那我问连银才知道 他到底是做什么父母 总之啊 人都是很健忘的 都会忘掉耶 奇怪 忘了也好 因为忘 忘掉啊 就会到最后 就会达到无念 没有念头啊 你什么都忘掉 烦恼也忘掉 什么都忘掉 最好啊 你何必把它放在身上呢 放在身上是折磨自己啊 什么都忘了 这个就是恩 燕 一笔勾 全部勾出 在能忘掉的那一刻 他的光就会显现出来 你融入了光 就成就了 密教 是修道 是修行 是修道 再来呢 再来呢 就是建道 就叫开悟啦 开悟了以后怎么样 就是融道 融道 也成为合道 就跟融 你开悟了以后就要融入这个道 叫做合道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正道 正道 你证明了道 这四个次第 修道 建道 合道 正道 四个次第 非常重要的 其实啊 这个所谓的 刚刚开始修禅定 重点在三昧地 我讲过 自心一处 不要有妄念 所有的妄念都没有 所有的烦恼都没有 你专注在一个地方 这个叫自心无处 释迦牟尼佛讲过了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老子也讲 人能守一万事必 人能守一万事必 不要受到干扰 没有干扰 没有被绑 你自心一处 所有的纷扰 全部没有 纷纷扰扰 都没有 这是最重要的解脱之道 最重要的解脱之道 最重要的解脱之道 你们那个 看过宜家经没有 宜家经 那是印度 印度的宜家经 传了七千多年 七千多年的 宜家经 有所谓 哈达 哈达 瑜伽 哈达 有四本 宜家经 一共有四个版本 一个是西瓦 瑜伽 一个是哈达 瑜伽 有四个版本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他们把印度的希望 作为宜家的上主 我们现在讲的瑜伽 大部分都是在练这个体味法 体味 体味就是用身体来移动 然后体味 其实真正的瑜伽 他最后的道理 就是自信一处 得到三昧地的许愿 瑜伽最终的目的是得到 三昧地的许愿 用体味法 体味法大部分都是还是外法 所以我们称为体工法 体工法 其实就是体味法 在密教又称为金刚群 金刚群 体味法 像那个土登奇恩 他就学这个体味法 学得很周千 他学得很周千 还有呼吸法 还有呼吸法 呼吸法跟体味法是互相配合的 有的人讲 先学呼吸 再学体味 按照瑜伽经的说法是先学体味 再学呼吸 但有些是先学呼吸 但有些是先学呼吸 再学体味 那双连的那个瑜伽是哪里学的 你站起来讲一下 你去哪里学瑜伽的 新加坡啊 哪什么样的老师 印度 是印度的老师 印度的老师 没错 瑜伽 瑜伽经 是印度传出来的 最有名的 就是哈达瑜伽 还有 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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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两本 另外还有两本 我看过 我看过 哈达瑜伽 跟西瓦 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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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印度的老师教的 是 你学得很好 还有诗珍 诗珍最好 我啊 妈妈的 好 我们有一个 那个同盟 图灯奇恩 他的呼吸法 跟这个 体味法 他也学得很周全 你们愿意 学的话 也可以跟他学 跟他学习 他的呼吸法 跟体味法 学得很好 图灯奇恩 为什么他叫图灯奇恩 因为他也是 也这个礼拜过图灯达尔吉 但是他没有礼拜过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唱之 德松仁波切 卡玛巴 十六四 卡玛巴 这是我四个密教的师父 这个尊圣佛母 我们今天做的是 尊圣佛母 他是很伟大的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真正的心咒 就是我念的 Om Prom A Prom 就行了 Om Prom A Prom 这普方上师传的 Om Prim Om Om Prim A Prim 他把它移成 Lin Lin SSS Long Om 我们在念 Om Prim Om Prim Om 其实是 Om Prom Om Prom Om Prom A Prom 尊圣佛母的 最短的心咒 很好念 光明闪耀 谁看见 你们这里有人看见 尊圣佛母的 几手 你看见了 站起来讲 我看到你在 你眼睛闭起来 原来是你看见了 你讲 明理师尊 今天这个父母太厉害 我没有办法注定 因为他这个能量实在太强 那么他有三面 他带来的这个光明 非常的光明 然后他给这个 不死干露的灌顶 他这个干度下来 我全身发热 我所有的气脉全部打开 然后我感觉这个 非常的发喜 非常的发喜 我觉得 这个无声啊 无声乏忍这种感觉 还有欢喜的感觉 还有这个 我全身很热 从头热到脚 哇 很好 外面都在飘雪 那你全身发热 是啊 我觉得他很伟大 那大家在你身上 接一点热吧 师尊的这个色召力太强 那这个佛母出现的 真的是这个 整个能量像那个大能一样 他一直降在我身上 那刚刚师尊在开示这个 十轮金刚的时候 我感应到这个白色的缎带下来 还有带着这个红色的戒指 红色的钻石戒指出来 宝石戒指 所以每一尊都是 都是真的 师尊讲的每一次 他们都出现了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谁 还有谁 还有谁看见什么 好 那个 那个小芬 徒弟子 音频师尊 毁师尊化 早上大约九点多来的时候 然后在对面山上 他已经在那里坐着了 我已经看见了 然后师尊来的时候 从那里走进来 已经有很多步伐 在这里并列 都是白色 蓝色 黑色 他们都在阵列 然后我现在看到师尊的周围 是圆的 然后那个光是这样子顺的 是彩虹色的 师尊在光里面 所以旁边的吉祥 所有的隆天的护法 他们的那个法器 都一直在响亮 称称叉叉叉 非常的不可思议 在刚刚护魔的时候 师尊的愿力很强大 小小弟子看到一片一片 师尊的法身 在战争的地方救度 地狱的地方救度 还有在很多很贫穷的地方 他们都有愿力 师尊的神 出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你只是小小见证 我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谢谢师尊 好 谢谢 谢谢 你讲的跟以前 他们看见的 那个彩虹师姐看见的 老师都不谋而合 彩虹师姐也曾经看过 这个师尊的法身 在另一个地方 也是在传法 这个连池上师 他也看过 而且都是不谋而合 好了 我们别谈那么多 这个尊圣佛母是很伟大的 我们每一次做尊圣佛母 有很多的感应 他是除魔金刚 除魔金刚 力量是很大的 是释迦摩尼佛的顶上的光的化现 释迦摩尼佛顶上的光 他所化现的是尊圣佛母 我们讲个笑话吧 小明跟妈妈抱怨 为什么我是穷二代 妈妈讲 不是 小明讲说 为什么我是穷二代 不是富二代 妈妈很认真的回答 你便不是穷二代啊 小明很惊喜 原来我有不知道的秘密吗 妈妈点头 从你祖父 算起 你已经穷十八代了 不是穷二代 是穷十八代 小明发现 这个追 女生 比追 小偷 还要危险 小偷追到了 可以挽回损失 女生追到了 损失才开始 有一个未婚的男士 到婚友社报名 便开出条件 要很长的腿 要很长的腿 长腿 要大大的眼睛 要皮肤非常的光滑 细润 脑子里面都是墨水 还很喜欢黏人 AI很快就帮他找到对象 是章鱼 有一个喝酒醉的 全裸的男子 在深夜里面 拿来辆计程车 这个计程车的司机 是你的 这个女司机 一直盯着 这个裸身的男的 一直看 裸身的男的 被看到 看到不好意思 你没看过男人楼梯吗 女司机也讲话 你呀 我主要是看 你坐我的车子 钱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你是钱身裸的吗 你叫计程车 那你钱放在哪里啊 我是在看 你的钱到底在哪里 其子问丈夫 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 才能够住贵一点的房子啊 丈夫讲说 别急 你的愿望马上就实现了 那妻子说 哇太好了 是什么时候呢 丈夫回答 房东说 下个月开始就调高租金了 会住贵一点的房子 好了 我们进入 你问我答 台湾 年华人和问的 我们生活中 台湾各道场 每年都会举办 联合放生法会 这几年来 弟子总结得 有些不躲的地方 所谓放生是指对生命的救生命 敢在生命被屠杀之前 抢救他们 放他们自由 而我们的放生法会 有违这个精神 主办单位先易购鱼苗 而这些鱼苗没有马上的生命危险 就算我们不买 被养殖业收购 放入养殖池 也能够生存树叶 待其长大才上市 有无数的恶名昭彰的虎鱼 专门 虎鱼专门吃其他的鱼类 如此一来 我们放生的鱼鱼 却成了 辅寻的捕食对象 人家本来还可以多活几个夜 我们却把他们送入虎口 弟子说的 对不对 请师尊开示 莲花人 人何问的 放生 这个 真的是很难讲 莲花人何所讲的 也有它的道理 有一种鱼叫做虎鱼 我还不知道 有一种鱼叫做虎鱼 专门吃那个鱼苗的 就被虎鱼吃了 那想办法 放到没有虎鱼的糖 放掉长流水的河里也可以 那个鱼苗是淡水的 还是咸水的 还要注意 如果鱼苗的鱼 是属于淡水的鱼苗 就要放在淡水 是咸水的鱼苗 就要放在咸水 这个要适合他们的 放生 不能是放死 放生就是放生 那么觉得放生 我自己本人也觉得 放生是有功德 放生是有功德的 那前几天吧 前几篇那个 潘进师姐 拿两只鸟 他家养了很多鸟 拿两只鸟 说要来送给世尊 他用鸟笼观的 很漂亮的鸟 我也会吱吱喳喳的叫 实在很对不起 我对于这个养鸟 我是没有经验 我真的是没有 如果是养鸟 我小时候有经验 以前养鸟我家里养过鸟 养鸟 到最后得鸟温 得到鸟温就 以后就不养 养鸟我有经验 养鸟都是没有 所以我就看到那两只鸟 我就想到 亚基兔利 但那两只又太小了 我又不会养鸟 要放生 那种鸟不能放生的 要把它放到哪里去 那是很小 很Cute 而且看起来 龙中鸟 它放出去 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所以我也不能够放生 也不能做Yakitoli 烧鸟 也不能做Yakitoli 我又不会养 哎呀 到最后它自己收回去了 是不是 它带回家了 还是自己养吧 真的要放生也要看 很秀真型的一种鸟 很漂亮的 那一放生 它如果飞出来 马上乌鸦就过来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放生也是一种学问 以后再谈 这个放生真的 放生是不能放死的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有些活教的团体 认为众生平等 它放毒蛇 哇 它不知道哪里收集来了 很多很多的毒蛇 然后它跑到那个田野的地方 把它放了 或者山野的地方放了 好多毒蛇 这个对不对 还是一个问题 放毒蛇 很恐怖的 必争在吗 必争必厌 你知道 有放毒蛇的吗 有没有 那必争 它不讲话了 它不敢讲话 必争呢 你知道有放毒蛇的吗 拿麦克风给它 有啦 我是在新闻上看过 它放毒蛇是吧 那个是村庄里面 它跑到村庄里面去放毒蛇 我在新闻上看过 在台湾 OK 好好好 你看毕争就敢讲 毕业能 没有胆 他什么都不敢讲 真的有人犯毒蛇 买了那个麻布袋 装了好多毒蛇 跑到 拍的那个村庄里面 到处都是毒蛇 哇 这也 到底对不对啊 你说众生平等啊 毒蛇也是蛇 无毒的蛇也是蛇 那到底应该放还是不放 我也不能讲 按照维蒙基讲的众生平等 嗯 有什么办法 放生是个邪问啊 这是慧经的笑话 慧经讲 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其实我是个天使 之所以留在人间 纯粹因为是体重 慧经就火大了 他就讲说 他要看 哪个比他胖的 今天我去超市买东西 见到一个和尚 推着购物车 满满一车都吃得用的 感觉这个和尚很有钱 过一会儿他去收银台 人家问他刷卡还是护线 他回答 这个和尚回答 阿弥陀佛 施主啊 平身是来化言 叫这个和尚去加州 我们讲维摩节经吧 这样最好讲一点点就好 讲太多很累 维摩节 实在有够啰嗦的 哇还没有完呢 哇还好长 虽行是念处 而不永离深受心法 是菩萨行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 是念处 就是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出自于阿含经 出自于阿含经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化无我 是念处 修行人要做这样子的想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化无我 虽然 你修行 已经 等于是说 刚刚连词上的讲 他好像得到无神华人 他是四地菩萨 八地 八地的菩萨 十地菩萨 八地的菩萨 都不退转菩萨 八地就是不退转了 七地还退转 八地无神华人 就不退转 那是悟到无神 见到了 无神 无神就没有素薄 就没有被绑了 已经悟无神 就不会有环瑶 不会有支扰 那是无神华人 无神华人的果位 你虽然 行事念处 你是一个有极的菩萨 但是呢 你也不离开 身不尽 受是苦 心无常 法无我 便没有离开这个 单单谈身不尽 我举个例子好了 头呢 会长头皮屑 脚呢 会长香港脚 对不对 上面的东西啊 都有死啊 女天公 眼睛会有眼死 耳朵会有耳死 鼻子会有鼻死 嘴呢 那个唾液 如果在空气里面 很快的就发臭 全身都是污秽 你说哪里 哪里最脏 人最脏啊 那个毛细孔都会排那个 排那个 腋下 腹臭 嘴 口臭 另外呢 底下两个孔 一个大号 一个小号 都是臭 没有一样不臭的 身体真的是很肮脏 有人带念珠 带个念珠 他说我带念珠 我不愿意进厕所 我要把念珠摆在旁边 再进厕所 你不知道啊 你那念珠 每天就靠在 你的身上 靠念珠 藏到你的肠子 你肠子里面 装的就是 米田供啊 你什么时候 你身体干净了 真的人是 真的是很脏的 这五脏六腑 尤其啊 那个 那个人死啊 那个流出的 那个死水 流出的死水 那种臭啊 你怎么去闻啊 我们那个法医 杨志松 以前有一个 台湾有一个法医啊 杨志松啊 他经常 他要知道 这个人怎么死的 他很有经验 他沾那个 尸体的流出来的水 在尾巴里面 沾了一下 填了一下 他就知道 这是怎么死的 他伟大的地方在这里 最后他还得到死斑 身体有死斑 人的身体 真的是很脏的 没有一个地方 所以身体 确实是不净 身体是不净的 没有哪一个人 身体是很香的 除了每天喷香水以外 香水也是假的 所以我 我这个刷牙 刷得这么勤 当然是有原因的 刷的牙齿都受损严重 这个牙齿被刷得 几乎快没有牙齿了 那个贵青 你说我哪一颗牙齿 受损很严重 他是牙医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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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很香的 很香的 就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是 すりません すりません 初めてよろしく 再来 行きましょう 初めてよろしく行きましょう 什么意思 初めて就是第一次 请多多指教 行きましょう 就是一起走 走得怎么样 結婚 結婚是什么 结婚啦 我只为我到了日本 我就会讲日本话 很奇怪 我在台湾 稍微讲一点 但是我一到日本 突然间想起来 我以前是讲日本话的 然后就会 一直讲一直讲 就会接受一直讲日本话 所以我每一次去到日本 很多同盟啊 要买药 买什么都叫我 师尊帮我买药 我在日本有转世过了 但是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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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了 得川家康 那是很大的三国 到时候统一三国的 得川家康 你没有讲到 池田信长 你没有讲到 轰臣秀吉 这三国 池田信长 轰臣秀吉 得川家康 得川家康 他写了他的那个 那个日记 备忘录 这个他的祖宗的遗信 第一句话 不可以相信你人 看得川家康 第一句话 他的家训 不可以相信你人 阿弥陀佛 你看 这个他已经超过了 他这个菩萨 他穿的是天衣 天衣是什么 惹尘埃了 不会有灰尘的 不用洗的 永远清洁 干净的 穿一辈子 也就是那一件 天衣 不惹 不惹尘埃的 没有灰尘的 菩萨呢 到了八地菩萨以上 他的修行境界 已经高了 他行走 就是轰 像轰一样的 他有威 他的威仪 有他的威仪的 他什么都是干净的 哪里会生 生不尽呢 但是他还是生不尽 他不会受苦的 为什么不受苦呢 根本没有病 到了八地菩萨就没有病了 不受种种的苦的 但是他还是受苦 他不受无常的 他是永远存在的 他已经不退转了 全身都是光 就是香 光 香 干净 无苦 当八地菩萨以上 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没有离开 身体不尽 没有离开苦 也没有离开无常 他虽然达到了 无我的境界 但是他行的 还是我 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这句话讲的 跟圣特利沙是一样的 圣特利沙怎么讲 有天国我不去 我要在黑暗的地方 救度黑暗的众生 天主教的 这修女圣特利沙 就是这样子讲的 这句话 跟地藏王菩萨讲 我不入地义 谁入地义 这个就是说 这个才是菩萨 所以修了十念处 就想出离 出离这个四念处 他说这样子是不对的 还是处在四念处的 身体不尽 手受是苦 心是无常 法是无我 这样子的菩萨 才是真正的菩萨 虽行是正情 而不舍身心精进 是菩萨行 是正情 就是善跟恶 你已经有了恶 马上就要断掉这个恶 你没有恶 不让恶 恶恶产生 你没有善恶 就叫善恶产生 你有的善恶 善恶还要增长 这个叫四正情 你修了四正情 你就可以上天 就可以上天了 这个佛教里面说 诸恶莫作 众善恶行 诸恶莫作 众善恶行 你已经恶恶产生了 马上要断 恶恶还没有产生 让它不能够产生 善恶 没有产生 叫善恶产生 善恶已经产生了 叫它增长善恶 这就是四正情 这个重点在精进 你必须要 很精进的去实现 诸恶莫作 众善恶行 你如果天天这样子做 将来就是升天 升到天界界 这个你要做四正情 不舍身心 精进 是菩萨行 你完全在身体上 在心理上 一直努力地精进 来修行 所有的佛法 这个是菩萨行 这很重要的 这个要叫人家行善 蛮困难 很困难 5点11分 我们今天晚上好像有节目哦 很多节目啊 排列整天啊 那不可以消耗时间呢 这个是汇君的笑话 他的爸爸问汇君 你除了吃冰激凌 你还会什么 汇君回答 我还会买冰激凌 等汇君来了 再消遣他 这个有点黄色 不要 今天医院急诊中心 奶奶一个六岁的小孩 他早上吃了一只活的蟑螂 活的蟑螂把它吃下去了 但小孩子来挂急诊 不是因为吃了活的蟑螂 是因为他奶奶怕蟑螂没有死 又给爱孙吃了一包蟑螂药 哦 妈呢 别别别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